苏秦与连衡税秦 战国策 苏秦始将连衡税秦惠王 曰 大王之国 西有巴蜀汉中之力 北有湖河代马之用 南有乌山前中之县 东有小汉之库 田匪美 民音妇 战车万圣 奋机百万 卧也千里 蓄姬饶多 地势行变 此所谓天府 天下之雄国也 以大王之贤 市民之众 车技之用 兵法之教 可以并诸侯吞天下 称帝而至 愿大王稍留意 臣请奏其笑 秦王曰 寡人文志 毛语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政教不顺者不可以凡大臣 谨先生俨然不愿千里而停轿之 愿以一日 苏秦曰 秦曰 臣故以大王之不能用也 昔者神农法补穗 皇帝法捉鹿 而秦吃油 遥法欢兜 顺法三苗 与法贡功 汤法有下 闻王法崇 五王法昼 其缓任战而霸天下 由此观之 乌有不战者乎 谷者使车骨鸡池 言语相结 天下唯一 约纵连横 兵格不藏 文士并斥 诸侯乱祸 万端俱起 不可生理 苛条既备 民多伟态 书册愁着 百姓不足 上下相愁 民无所聊 明言张礼 兵甲玉起 辩言尾福 功战不息 凡称文词 天下不治 蛇臂尔龙 不见成功 行一约信 天下不亲 于是乃废文任武 厚扬死事 追甲立兵 孝胜于战场 辅屠储而至立 安坐而广地 虽古五帝三王 五霸 民主贤君 常欲坐而至之 其事不能 故以战续之 宽则两军相攻 破则仗己相撞 然后可见大功 事故兵胜于外 亦强于内 威力于上 民浮于下 今欲并天下 领万圣 屈敌国至海内 子圆圆 臣诸侯 飞兵不可 今知四主 忽于智道 解婚于教 乱于智 谜于言 祸于语 臣于辩 逆于词 以此论之 网顾不能行也 睡秦王书时尚而说不行 黑雕之求碧 黄金百金尽 资用罚绝 去勤而归 雷腾吕绝 富书单妥 形容枯稿 面目离黑 壮有溃色 归至家 其不下刃 扫步为吹 父母不语言 苏秦溃然探月 其不以我为夫 扫步以我为书 父母不以我为子 是皆秦之罪业 乃夜发书 臣妾数时 得太公因福之谋 福而送之 见恋已为揣摩 读书欲睡 隐追字赐其鼓 血流至足 曰 安有睡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 取倾向之尊者乎 今年揣摩成 曰 此真可以睡当事之君矣 于是乃魔燕屋极缺 见睡赵王于华屋之下 敌掌而谈 赵王大跃 封为武安君 寿相印 隔车百圣 锦绣千臣 白币百双 黄金万亿已随其后 约纵散衡 以意强秦 故苏秦相印象于赵而观不通 当子之时 天下之大 万民之众 王侯之威 谋臣之权 皆欲绝于苏秦之策 不费斗粮 为凡义兵 为战一世 为决一贤 为辙一使 诸侯相亲 贤于兄弟 福贤人认 而天下福 义人用 而天下从 故曰 事于正 不事于勇 事于郎庙之内 不事于四境之外 当秦之龙 黄金万亿为用 转古连迹 炫黄于道 山东之国 从丰而浮 使赵大众 且福苏秦 特穷相绝门 三户圈书之士尔 福士遵贤 行立天下 亭睡诸侯之主 度左右之口 天下莫之亢 江睡楚王 度过洛阳 父母闻之 清宫除道 张月设隐 交迎三十里 其侧目而视 侧耳而听 扫蛇行仆福 四败自贵而谢 苏秦替曳 嫂和钱踬而厚悲也 扫曳 以继子未尊而多金 苏秦曳 皆窝 贫穷则父母不子 富贵则亲妻慧 人生世上世未富后 改可以忽忽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